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国新冠疫情卷土重来 首都北京疫情持续扩大 官方直言形势严峻 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进入战事状态 大批小区关闭 所有娱乐场所关停 启动零食蔬菜政府储备 首都一夜之间人心惶惶 不少市民重启防疫生活 戴防毒面具出门 也有人担心封城而急着逃离 现如今全北京可谓是风声鹤唳 作为习的亲信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迅速将相关的三名官员免职 分析指出 习近平甩锅蔡奇 蔡奇甩锅下边 下边总能有替罪羊 据苹果日报报道 北京官方已检查金20万 上月30日以来 曾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 所有道路关卡安排人员24小时当职 恢复体温检测 并禁止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室内 同时 北京还启动临时蔬菜政府储备 年夜运来超过3000吨蔬果 财新网报道 目前北京市是否需要仿效武汉 进行全市核酸筛查 仍在论证 张文宏医生周日接受采访时说 新发地市场的吞吐量惊人 种种迹象显示 新发地疫情还处于扩散早期 后续是否会出现新的爆发点 现在还不可知 报道指出北京再现武汉一幕 网上传出逃亡潮 不少市民担心封城及健康顾虑 近日纷纷逃离北京 有的买机票南下广州 有的前日连夜走人 在微信圈类似 昨天晚上还在北京 今天晚上就在郑州 早早逃离了北京 算是再次躲过一次疫情霸的留言 比比皆是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共和党人 针对新冠疫情起源及爆发过程 公布阶段性的初步调查报告 内容按照时间线详细列举 自2019年12月底以来 有关新冠疫情的重要事件 并说明北京如何隐匿新冠疫情信息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报告呼吁对中共早期隐瞒疫情的行为 展开国际调查 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辞职 美国之一报道 这项初步调查结果 可被视为就新冠疫情展开调查以来 由国会方面出台的首份官方报告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成员 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卡尔表示 在几个月的调查后 越来越清楚明了中共对新冠疫情的掩盖 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时 他们的行为让原本可能是本地流行病 转变成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不幸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在总干事谭德塞的领导下 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忽视病毒严重性的警告 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卫生专家所发出的警告 同时在未经独立正式的情况下 不断复述 畅合中共的宣传 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巨大的失败 我们必须揭发真相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建立未来保证措施 预防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报告提到 中共当局确认的最早病例 可追溯至2019年11月17日 尽管中共公开声称 有向世卫组织及时通报了疫情 但中共政府实际上 从未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武汉爆发的疫情 也未在疫情初期向世卫组织提供相关信息 报告同时指责世卫组织忽视病毒人传人警告 延缓宣布国际关注突发公卫事件 报告还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和研究提出担忧和质疑 报告委声提出三点建议 包括撤换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 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大流行爆发初期 隐匿信息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 以及改革国际卫生条例 中美剑拔弩张之际 突传出蓬佩奥与杨洁篪在夏威夷见面的消息 分析指这次会面不可能是美方提出来的 因为美方正在等中方的国安法公布 准备了很多制裁措施 近日连制裁中共高干的名单都公布了 有分析指出 美方正已进制动 延缓后拙 成竹在胸 反观中共嘴上强硬 内力心虚 伴随着大陆舆论风向的180度转弯 如今的中共不得不求美国手下留情 香港资深出版人 著名作家严纯沟撰文分析 美方无求于中方 不可能要求谈判 相反的 美方的制裁措施 一项跟一项 陆续有来 每一项都具有杀伤力 早前蓬佩奥接见王丹等人后 其中一个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青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 美国国会议员拟议中 制裁中共的议案有117项之多 总之 对中共的打击不是一两下 是要打得中共趴下为止 有人说杨洁篪约见蓬佩奥是要谈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严纯沟的文章认为 前两个问题都不是急切的问题 对中共来说只有香港问题刻不容换 国安法不能拖延 一拖延中共就示弱了 但国安法实施却有致命的后果 中共不可能收回国安法 中共此时与美国接头 只是希望美国的制裁不要去的那么要命 为此需要中共付出什么代价 大家可以商量 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共很强硬 但反送中运动之初 中共想动用解放军 杨洁篪也去见过蓬佩奥 想取得美国人的默许 谁知被蓬佩奥断然拒绝 这才无奈收回出动驻港解放军的算盘 这次杨洁篪主动求饶 又反映了习近平优柔寡断的性格 反映了习近平缺乏大政治家 应有的战略眼光的缺陷 正如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和处理香港问题 进退失去那样 一时硬一时软 对彼此实力没有充分估计 事情搞坏了才及之补救 补救的结果是使自己损失更多 文章最后写道 美国人会受这份引诱吗 美国如果接受中方贿赂 放弃他们对香港人道意义上的支持 那美国人又如何对全世界交代 再说中方既然服软 那就证明美国的招数管用 既然管用 美国更不会白白浪费 这个打击中共的机会 因此杨洁篪一定白跑一趟 中方要美国人手下留情 唯一的办法是收回国安法 如果中方一意孤行不收回国安法 美国人也一定不会放弃制裁 所有的事情都会按预定方向发生 国安法会匆匆上马 美国人的制裁会一一兑现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在一项最新的调查中发现 许多美国科学家 涉嫌隐瞒与外国机构的联系 并私下收取资金 而这些隐瞒的资金 有93%来自中国机构 据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外 研究副主任迈克尔·劳尔 近日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果 通过审查的87个机构中的 189位科学家发现 约有70%研究人员 没有向其报告外国资金收入 102人隐瞒参与外国的人才计划 此外 有9%的人隐瞒了与外国公司的联系 4%的人拥有未公开的外国专利 约5%的人涉及违反NIH的同行评审制度 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取消了 77名研究者的补助 获赞助资格 并有54位获得研究补助的科学家遭到开除 报道指出 近十几年来 中共利用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人才张摩办法 引诱美国的研究人员 尤其是华裔 借此盗取敏感技术的知识产权 根据劳尔的说明 在这189位科学家当中 有三分之一已经引起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很可能会遭到司法部的起诉 据不完全统计 近期被起诉的人包括 哈佛大学生 化学家查尔斯·利伯 爱莫里大学教授李小江 癌症研究员郑晓松 机器人学研究员叶延庆 阿肯塞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洪思忠 及科里夫兰医学中心遗传学 与心血管疾病主任医生王勤等人 最近美国人都在忙着反种族歧视 而几万美国华人却忙着为一名 被控种族歧视的教授撑腰 据报道 戈登·克莱因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会计学教授 因为拒绝给黑人学生提供特殊待遇 他先被扣上了歧视的帽子 接着又被校方停职 为什么华人要给克莱因教授撑腰 原因也很简单 美国高等教育平权运动 已经完全脱离了目标 平权正在变成特权 而华裔亚裔人群 却因为特权受到了越来越不公正的对待 事件起因是克莱因教授 最近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里说 大家正在为黑人争取权利 希望我们此刻能万众一心 也请您有所表示 给黑人同学一些特殊待遇 随后这一不合理要求 备有39年教龄的克莱因教授 断然拒绝 他还洋洋洒洒地回复了一封邮件 既感谢了这位学生的建议 又解释了拒绝的理由 混血的同学怎么办 比如一半亚裔 一半黑人同学 又直接给特殊待遇 还是给一半 如果存在特殊待遇 怎样才能给出一个 不伤害任何人的解决方案 结尾是克莱因教授 还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 这份回复有理有据有礼貌 却彻底激怒了UCLA的部分黑人学生 找了个众所周知的理由 向学校投诉了克莱因教授 舆论压力之下 UCLA先向黑人学生表示歉意 同时把克莱因教授给停职了 克莱因教授停职之后 事件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在请愿平台上 有两拨人正在同时发起请愿 一部分人请愿要求UCLA 彻底开除克莱因教授 现在已有超过2万人签名 另一部分人请愿 要求尽快让克莱因教授复刻 并向教授道歉 目前已经超过4万人签名 名字显示 这些支持克莱因教授的请愿者 多为华裔 亚裔 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 在美国轰轰烈烈的 高等教育平权运动中 提供给非洲裔拉丁裔学生的特殊优待 几乎都是以牺牲华裔亚裔学生的 正常权益为代价的 早在2018年 哈佛大学因种族配额问题 遭到非引力组织 美国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 圣地亚哥法学院法学教授 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 盖尔赫洛特经过研究后认为 平权运动的目的原本是让 贫困人群和少数族裔 优先享有教育和就业机会 可是当平权运动以种族配额 和取消考分的方式开展 最终却走向了平权的对立面 黑人权益需要保护 但不该以牺牲华裔亚裔权益为前提 而且这样违背了教育本身的目的 如果克莱因教授最终遭到开除 那将来不如直接给黑人学生发个文凭得了 清台形象鲜明的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将出书 作为川普第三任国安顾问 新书恐将冲击白宫 美国总统川普15日被问到此事时表示 波顿出版此书极不合适 且书中所述可能不进事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波顿经常不说实话 川普还警告任何与总统的谈话均列为机密 波顿新书一旦出版就是违法 美司法部长巴维尼也表示 前政府官员出书需经过程序确认 书中所载不设计机密 巴维尼认为波顿并未完成这项程序 据报道 波顿出版新书的计划已从今年初延迟至今 这本名为《事发之事》白宫回忆录的新书 预定在23日上市 出版商在上周发布的新闻稿子 新书内容将揭露川普政府内幕 其不连贯且广泛无章的决策过程 描述川普如何处理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伊朗等议题 并称这是一本川普不会希望你看到的书 有分析认为波顿新书将冲击川普选情 白宫律师日前致函给波顿的律师 是新书草稿仍包括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内容 白宫律师说对方将在19日前 提供波顿重新矫正过的版本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